下车 下车 你凭什么打人 我们人都不怕他 打他 不开一击 苏琪儿在哪 不在这里 姓苏的老鬼鬼计多顿 如果他不出来 就把这里所有的人都抓起来 要把这些人都拿下 那还不是易如反掌 但这苏琪儿的师侄黄飞鸿 他是广东师虎之一 武功一绝 他是红家军的一代宗师 什么 黄飞鸿 你就是黄飞鸿 不要挑战你 阁下是大日本皇军 东北特遣部队上位 加赫前军 死龙头 走 这里有病人 要打 我们出去打 走 阿齐 你没事吧 阿师叔公 飞鸿有危险 你什么 站住 站住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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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别走 放开我 走 走 押回去 走 父亲 你放过他们吧 我求求你了 你就不要杜管闲事了 跟我回去 要不然 就揭穿你的身份 走 师父 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没事 没事 我还能撑得住 阿齐 你约了谁啊 你该来了 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啊 师叔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啊 这儿说话不方便 我们换个地方再说吧 走 废红 怎么样 伤好些了吗 好多了 师叔 你怎么会去而复返 我原本离开这里去北方的 可是到了车站 就看见了嘉赫千军跟车夫在争治 我就知道是冲儿来的 也是冲女和医馆来的 这事啊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 原来师叔 是用调虎离山剑拧开了他 对了 师叔 那个日本军人为什么会跟着你 三十年前 过在江苏与一个日本武士比武 那一次我侥幸赢了他 想不到战败后 竟在我面前抛斧自尽 死前还告诉我 一定要我接受他后人的挑战 想不到三十年后的今天 他真的找我来了 以师叔的武功与他不相上下 三十年前还可以这样说 你接他一招都伤成这样 现在我骨头也脆了 我中他一掌 那还不释放八块了 那师叔公 那浩宽 阿苏和小桃姑娘 我们不救他们了 那人当然要救啊 那你说打不过他 我们怎么救他们 还有你师父啊 我 师叔公 我师父要能打得过他 还会被他打伤吗 我看那个嘉赫千军嘛 自小练的一身肌肉跟钢铁一样 要想战胜它 要练很长一段时间 不过 你师父要在最短时间战胜它 最好跟我学习罪拳 罪拳 师叔公 喝醉酒了还怎么练拳 利用酒醉开放麻醉自己 加强战斗力 还不错 飞干什么 望痛望苦 求已计 酒醉积分 罪拳最重要的是神行兼备 拳打八方 就是要出拳毫无章法 其实是以各种不同的角度击打对方 令对方无法防备 走两级就是身形 忽上忽下 忽左忽右 前前后后 令对手防不守望 至于罪易随身立千军 就是身体无论任何地方攻击对方 罪易随身立千军 最重要的是打出最致命的一击 飞鸿 你自小练习红拳 罪拳求义不求行 最重要的是把你自己所学的融会贯通 不得了 最重要的是追隐身 好 看一眼 最重要的是把你推下 再集裂 一旦 好 你看你师父灵工能力多强 师叔公 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去救人了 不行 我们有人质在他手里 这样去恐怕会吃亏的 只要 这样师叔公 我去抓他们几个人质回来 跟他们换 你还不快去 好 快去 这样的生活真是没有乐趣 师父说的对 我们再到哪儿提到点乐趣 好 我们去珍春馆 听说来了个江南铭记 一定要去见识见识 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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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告诉苍田 想要儿子 明天带我师兄和小桃姑娘 透山交换 真是极有此理 在哪儿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就是苏启儿 你就是迦河泰的后人 我们开始 等一下 我们先换人 免得处处受制于人 不可以全力发挥 对不对 换人 来 是 换人 走 师傅 家贺先生 小桃呢 黄师傅 我在这边 我没事 别人的事情都处理完了 该轮到我们了吧 当然 接招 等一下 你就是迦河泰的后人 我跟你比试于情不和 这样吧 我就派我师职出来跟你比试功夫 他要是赢了的话 我们的旧账一笔勾销 要是他败了 我就在你面前自尽 还你个公道 怎么样 他是我的手下败教 今日不同往日 他练了我的罪权 看看到底谁的权厉害 怎么样 罪权 好 我就领教领教 废后杀 家贺先生 请 好 快 啊 我看石头不对 现在套走回去 走 走 不要逼我 再过来 快 快点 快 师父 走 走走走走走走走 不看这里带不下去了 我们赶快收拾东西离开这里 我不想走 陶子 陶子 你听我说 你的身份已经被解穿了 留在这里 他们会拥的你吗 陶子 听话 跟我们走 总之 我就是不想走 我再来了 姓陈的带头 发动了百多人 占领了我们的粮仓 现在还带着一伙人杀过来了 有的青山在 我怕没柴烧 我们马上回日本 好吧 陶子 快 你们一个 收拾东西 好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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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天 我们今天来 是要为死在你父子俩手上的人 讨个公道 不要 请不要杀他们 小头姑娘 他们的事跟你无关 不 他们是我的亲父亲 还有我的亲生哥哥 什么 我求求你们 我求求你们不要伤害他们 我求求你们 不行 我一家人都是被他们杀死的 我闺女也被他们毁了 今天不杀他们 我师父罢休 杀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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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们 不够乱来 黄师父来了 黄师父 大家听我说 杀了他们 商量 不够乱 因此两个国家已经正在谈判 如果因为这些事情 被日本人开天杀价 就得不偿失了 小桃姑娘 你们还不快走 不行 我今天一定要杀了他 杀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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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无仪 也不是好欺负他 去死吧 快快快 住手 快 杀 无仪 无仪 杀了我大儿子 我跟你拼了 上 veux 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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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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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妻先生 杀了他 大家冷静点 我的儿子 你们看 武一已经死了 苍田又受了重伤 我看这件事就算了 皇师傅 他杀了我们这么多人 一定要杀了他 你们一定要连小偷姑娘也杀了 才肯罢休吗 如果不是他 给饭 给医 给药给你们 你们还可以挨到现在吗 阿快 你不要再说了 你流了很多血了 你们可以说他是骗子 可以说他骗了你们 也可以说 他是猫枯耗自家慈悲 但是当初 如果他没有一点良心发现的话 我相信这里的人 没有一半可以活到今天 如果今天 你们一定要杀了你们的救命恩人的话 那你们就动手吧 四海之内结兄弟 渊渊相报何事了呢 各位乡亲 大家都先回吧 走吧 那花儿 我进去前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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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儿 我快到了啊 好啊 嗯 快到了 嗯 嗯 嗯 来了 来了 师父 嗯 来了 嗯 嗯 功师爷 准备 把狗 快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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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mages 哎 啊 啊 哎 啊 啊 师父 师父快走 快走 赵虎 又是你 你想怎么样 快点 这些都是明天要送到四川的福射丸 快点 快点 我觉得这些丸的橙色比我们现在的丸好 对啊 狗哥果然细血 赵爷说要加重含量 好让四川的人更快更深的上演 赵爷果然懂得生意之道 这大概又是冯师爷的鬼主意吧 对了 为什么冯师爷到现在还没到呢 第四川 当里是藏兵的 不难的 因为那是一在一起的 是一在一ἶ猎身上的 其实我十分之后 好 你们的 这是有的 是一切 有的 走 梁昆, 你过来, 看 我再打断你腿子 又weisen 师父 正好, 居然找到了我们的保 canvas 师父, 我们已经找到了赵虎的制毒工厂 现在已经交官府处理了 对 冯师爷和他的手下 都已经交代了他们的罪行 赵虎 你也有今天 你也知道断腿是什么滋味了吧 喂 大家冷静一点 暴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阿冠 师父 帮赵虎衣好腿 然后送官府处理 是 起来 起来 金思帽 你终于出现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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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思帽 跟我回衙门自首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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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师傅 你刚才与金丝猫打得真是精彩 让我看得连眼都不敢眨 黄师傅 委屈你了 抱歉 这次我跟陈老板合作 为的就是这只破猫 至于你 黄师傅 你可以走了 陈老板 我黄飞红答应过你捉拿金丝猫 把他送到官府 什么官府不官府 我就是官府 黄师傅 小心 否则非刀无眼 伤着你可就不好了 我可是不忍心 你敢目无王法 拿下 黄师傅 别太放肆 别太放肆 挺身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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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金丝猫给放跑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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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饭头 到时候的肥肠都跑了 你这些肺肤 黄开枪 你 你给我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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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怎么进来的 陈棠 你狗胆子敢骗我 你 你这个奸商言而无信还敢找人来陷害我 好 今天我金丝猫就来教训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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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是你的黄色吗 你肯定吗 有问题 陳大人,擂台開始了,黃師傅請 大人,比賽前先簽個生死,撞吧 四方代表,在這簽吧 飛虹 我支持你 師兄,這個大怪頭看起來可不簡單 這個人真的很可怕啊 是 但是看到他胸口上的毛,我也就已經發毛了 好了 比武現在開始 Fight No Fight 民主 走 走 住手 梁宽 想不到我梁宽的名记还真不小 连金丝猫都知道我 你怎么在这儿 我就是来抓你这只猫的 金丝猫 哪里走 师傅 师傅 快快快快 师兄 赫金丝猫打起来了 他们现在在哪儿 趁他家门口 快快快 你们全都留下 我看你跑到哪儿去 你真的要抓我吗 无论陈堂是否以改邪归正 你想想他人的财物就是不顿 我决的全是为父不仁之徒 都是为了帮助穷人 这有什么不对的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你帮助他人可以用另外的途径 你想想他人财物 私底下判断好与坏 正所谓为父不仁自有天守 轮不到你做主 你这样做就是好心做坏事 用不着你来教训我 我金丝猫不受你这一套 金丝猫 你已领陈堂残废 家破人亡 我不信 我根本没有伤害过他 整件事都是由你引起 我黄飞红相信你有正义的一面 但希望你用另外一种方法去做正义的事 不要重蹈覆辙 习妈 又来烦我 你不是要找黄飞红的吗 先打败我再说吧 找死啊 得罪师傅 罪无可恕 田妹向你讨教 要 bait 再犨 你们总是找我麻烦 老夫今天就不留守了 姑娘 就算你今天运气不好吧 你把手术 三天之内我一定要会回地坊 对 对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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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飞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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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你是石虎之一 你微浩远波 看你的架势 也不像个有真功夫的人 我有没有真功夫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请 黄飞鸿 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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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飞鸿 你现在知道世祥临落的下场了吧 黄飞鸿 师父 好 好 好 你们 给我拿下 是 是 赵大爷 请允许我替他治伤 好吧 你请便 你别假仁假义 我是不是假仁假义也好 你是我打伤的 我就有责任把你治好 这黄飞鸿 是 是 我是 都是 的是 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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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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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你自己骗自己 废话少说 梁师傅 我黄飞鸿依照武林规矩 迎接你腿伴的挑战 远来是客 请进招 梁师傅 你挑衅我民馆就是要帮外国人偷运我们的国王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官府盯着你你动不了 于是向我挑战 你这样说是谁指使你的 黄飞鸿侯 你不如不去教权 去编析文行了 你骗了我衙门和外国人 又骗那些不明势力的民团帮你运保 然后以为这样就能会合吗 你派来的奸细不是通通告诉你了 你还来问我 你搞乱民团 我又和你算账 现在先跟我补衙门 先打败我再说 你用借刀杀人之计乱我民团 又用调虎离山之计偷我国宝 黄飞鸿你果然是个神经病 黄飞鸿 梁金 Catholic zesv Helen 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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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你要找到女孩就在谷之里 你终于承认了 天兄 千万不要怪我 是你不坦白在先 柏林又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这么紧张 你做事不够光明磊落 我怎可把柏林交给你呢 你怎么知道我做事不够光明磊落 一直以来 你并没有透露 为什么要找柏林 所以我才由此举动 好 我告诉你 我受女孩叔父所托 把她带到她爹身边 据我所知 但是柏林的父母在英国 并没听说她有叔父 你为一个小女孩搞得满城风雨 看来事情并不简单 简单也好 不简单也好 柏林既然在保之林 就麻烦黄师父把她交还给我吧 我觉得交与衙门处理最好 黄师父 你想抓我 对吗 铁兄 我并没有这个意思 要我不误会 请把柏林交还 恕难从命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有师父在这儿 还有你动手吗 就去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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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我让十三仪把玻璃藏起来 师父 明天要不要带民团的人 把铁马溜找出来 不用 你们早点休息 我有分寸 是 师父 来 来 鼓鼓教主 远寿武将 鼓鼓鼓鼓 本教主 远寿将近 你们到底找到本教主 新的圣体没有 禀告教主 我们已经找到一个 生辰八字与教主一模一样的圣体 但是现在京城查得严 所以我们请了一个叫铁马六的标書 来护送圣体 估计这两天就到 本教有百年的基础 一直未能抬头 得到正道人的认同 幸得洋人支持 我们才有机会 可以拨开云雾 所以圣体 必须要尽快送到 否则 本真人就不能用遗魂大法 换去新的圣体 那么本教也就气数将尽了 小的明白 启禀教主 铁马六已将圣体送到 现在门外等候 好 把圣体接进来 切记铁马六不能留火口 是 遵命 师父 这些人打扮古怪的很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拜火教徒 管他呢 反正咱们大家小心一点就是了 大家镇静点 是 请问哪位是铁马六 这位就是铁马六 我们的标送到了吗 带来了 在外面 你们哪位是铁马六 这位就是铁马六 这位就是铁马六 他不是铁马六 你没事吧 走走走 没事吧 走走走 走走 来 幽妖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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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五教 障眼法而已 你们拜五教 诸人迷信 祸国殃民 快快快 快点 碰巧 把这批火运走 快点 快 大哥 他们把我们的货枪都抢走了 他们 他们来了 来 谁来了 你说清楚 黄 黄飞鸿 黄 黄飞鸿 他们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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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走 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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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出来 你们都安全了 没事了 站住 我来带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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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我去 好 走 走 麻烦你 收队 回阳门 走 走 走 好 走 大 快走 真好 快走 辽司 左 新鲜的猪肉 新鲜的猪肉 来买 买猪肉 买猪肉 你是不是黎世荣 是啊 什么事 你 不可以 你 你不可以 虎底都不看一击 不看师傅也好不到哪儿去 走 快来人哪 是荣受伤了 快快 荣 Father 怎么了 什么人把你打伤了 就是那个谜高了 他请了两个羊鬼的高手 他还说 他说不但要报仇 还要向师父挑战呢 他还说师父很没用 三分钟就可以把师父打败啊 坤哥 我们教育教育他吧 好 他竟敢这么侮辱我们师父 这口气我也忍不下去 阿七 走 我们教育他去 让他们知道我们保持您的厉害 好 阿柏 阿七 阿柏 快去找师父啊 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但是阿柔 你伤得那么重 我没事 我撑得住啊 那你不要啰嗦 快去找师父救他们两个啊 好吧 那我先去通知师父 然后再回来依依你啊 好好好 你快去啊 在这儿 哪位是米糕 我就是米糕 阿柏 大人 我师父在里边吗 那你师父干嘛 我找我师父有奇事 有什么事你说吧 站那儿 阿柏出事了 那个米糕找了两个高手回来 先把阿柏打伤了 还要向我师父去抚战 阿七和阿宽就去找他们算账 我怕他们出事 好了 你不用着急 我跟那个米糕还有点交情 我跟你一起去西洋餐馆 看看能不能劝你 好好 我们现在就去 是不是你侮辱我师父 还打伤黎世荣 是我们打伤了这个没有用的黎世荣 但我没有侮辱你师父 因为我们说的都是实话 对对对 说实话不算无容 牛种 就跟我来 喝点酒 喝点酒 好吃 喝点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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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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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米高先生 给我一点面子 把他们放了 不是我找他们麻烦 是他们找我麻烦 你也看到了 打破这么多东西 我怎么能放过他们 你想怎么样 不是我不给你面子 要放了他们两个也不是不可能 除非黄飞鸿答应与我请来的两个高手比武 让他们挑战黄飞鸿 就凭你还想跟我师父交战 去死吧 住口 好 我可以代替黄师父答应你们的挑战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必须放了他们 好 爽快 我答应你放了他们二人 反正这些小角色我抓了也没用 但是你必须答应我 让黄飞鸿接受我们的挑战 明天我设下擂台 恭迎黄飞鸿的来临 好 一言为定 扎大人 扎大人 我们走 老伯啊 你好好想想 那天晚上还有没有其他看到的听到的 你强气的告诉我呀 来 我已经把我知道的全部都跟你说了呀 怎么可能呢 你再仔细想想啊 肯定还有新的线索啊 来来来来 你吃点东西啊 喂 十三一啊 老伯你再想一想啊 你不要走开啊 等我呀老伯 求求你不要再管这些事 你已经走火入魔 再下去你会疯的 哎呀你知道吗 他很快就会想到了 你再给我点时间就好了 你要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僵尸 只是江湖骗子 招摇撞骗 无中生有的把戏 你不帮我 就不要乱说话呀 那你不帮我 我就去找家方部 你听我说好不好啊 这件事情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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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就好了 龙哥在市集上被人打了 康哥和七哥知道后 就去找人家报仇 结果被人打得遍体鳞伤的 已经回保质林了 师傅 你快回去看看吧 这帮调皮鬼 师傅 师傅 老伯 我快来找你啊 赵大人 龙师傅 你们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又闯祸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们回来就好 是这样的 米糕为了报复我 请了两个西洋高手 把施荣打成重伤 结果被阿七阿宽知道 他们就闯到西洋餐馆 要去报仇 结果 就被打成这样 师傅 多亏了 乍大人 还好我跟米糕 还有那么一点点交情 但是 他们提出的一个条件 就是想让黄师傅 跟假洋鬼子做一场比武 我想呢 比武 一来可以借阿七跟阿宽的梁子 二来可以让假洋鬼子 见识一下我们中国的真公祖 所以 我替黄师傅先答应下来了 黄师傅 你该不会怪罪扎某吧 谢谢扎大人 让我考虑考虑 你们有本事自己去打啊 四 五 三 四 五 五 二 二 二 一 二 二 二 一 二 三 二 二 快 非常快 非常快 快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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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 快 快 师傅 他抢了钱包还打人 谁抢人钱包了 你这个猪 你才是猪呢 这位小兄弟 只不过是一场误会 误会什么 惚会什么 你说什么 我又不是故意 这是一场误会吗 说这么多废话干嘛 干嘛 以多其少 我们还以多其少 我一个人就可以揍你了 快 这位小兄弟 只不过是一场误会 我代表他向你刀剑 这倒像人话 姑娘 前府怎么走啊 前府啊 啊 你们去前府 我告诉你 从这一直走 向右转 左转 左转再直走 再右转 左转 左转就到了 哦 谢谢师傅 我们走吧 我们走 左转 右转 右转 左转 右转 左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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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七阿宽 是不是什么事 我有点累了 你们看前面有没有客栈 我想休息一下 好 我们先去了 这 师父 这架 客官来了 出电是吧 里边请 我们先走 我们先走了 我们先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回去睡觉吧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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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到底是谁 原来是前大少爷 阿华 你是不是喜欢玩偷袭啊 黄师傅 你一直都不肯跟我比武 所以我就沿路跟着您 想试试您的武功 其实我早就想拜您为师了 阿华 你是有学武的天分 但是你要知道 武功不是拿来好英斗狠 是要讲武德的 那您就说我为徒弟吧 我真的很喜欢习武 以前教我武功的人都是为了钱 而您就不一样了 我的功夫是用来治病 我根本不会叫人功 黄师傅 如果您不肯 不肯受我做徒弟的话 我就 我就一直跟着您 直到您肯受我为止 你起来再说 我不起来 如果您不肯受我为徒 我就一直跟着您 好 我看您有多大耐心 那个就是传山豹 你这个老鬼 你还没死啊 春山豹 大家都是邻村的 有什么事情好商量 何必要动刀动枪的呢 你不是杨家村的人 你什么人 怎么认得我 博山找钱滑 找钱滑 你送钱来滑了吧 到底有没有商量 有钱就有的商量 有钱得看你的本事 跟你说话就是浪费时间 来吧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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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実行 出去 走 开 Lap 好 大家不要追了 各位 各位 大家不要松懈 春山坊不会就此罢休的 一定会叫更多的人回来的 杨伯 你放心吧 只要这件事一天没有解决 我就会留在这里 谢了华哥 我还会回来的 你等着瞅 等着你小子 这几天你也累了 不如早点休息吧 杨伯我不累 我现在想的是 再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春山坊也打了好几天了 我想他也累了 今晚是不会来的 杨伯 我们除了这条路 还有没有其他的路 可以去佛山呢 村子后面有一条小路 可以去佛山 有什么事 是这样 我想你去佛山保之林 把我的师父和师兄们 都请来帮忙 这是一个好办法 我去准备一下 马上就走 一共小心 好 走 找电话 我还是一条好汉 别说我不给你生路 你不是杨家村的人 何必多管闲事 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 如果你肯痛改前非的话 我会放过你 你知道他们是谁吗 他们就是我的好兄弟 我山双上 听说你的五郎八卦棍用得不错 算你实货 五郎山老阁上跟你什么关系 用不着你管 当年我师祖 败在五郎八卦棍之下 就想领家领家 来吧 好 谢谢七哥 谢谢七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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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老婆阿姬 我教你们多少次 无历史解决不了问题的 兄弟 整件事我都知道了 杨家村和你们村为了一条小夺 你争我夺 打打杀杀 大家有事可以慢慢商量 我们身为中国人 为什么不可以团结起来 为国家做点有益之事呢 黄师父 多谢你手下留情 你们报官抓我好了 杨伯 这件事由你处理 黄师父 你就拿个主意吧 整件事是阿华 帮你杨家村 阿华 师父 你来处理 师父 杨伯 既然鲍哥肯改国自新 我们大家就给这一次机会吧 华哥 你说怎么样 就怎么样 反正我们杨家村 能够安居乐业就可以了 杨伯 我向你保证 以后我们张家村的人 再也不贪定你们杨家村半步 要用水你们就过来 又或者你们不反对的话 我们两个村子合力 开条河道通去你们村就可以了 杨伯 你放心 我们藏你们的东西 一定会还给你们了 好好好 好 好 好